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的是2019年象甲第18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番对局是由上海队的谢靖对阵北京队的蒋川 两位都是一线顶尖的特级大师 这番棋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往下看 谢靖先手兵器进一,蒋川,炮二平三 炮二平五,向三进五 那么双方形成先人指路对主体炮被优向的布局体系 此时最常见的是马二进三 那么黑方会选择主三进一 红方居平二,黑方再主三进一 这起变化复杂,双方另有共手 实战当中,红方的选择是马八进九 先跳边马,好处就是可以避开黑足三路的反击 黑方蒋川接走G九进一,迅速速动左居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接走G九平四 此时,当然红方G平二出G也是非常常见自然的走法 黑方不是,红方再可以考虑G九平八 那么应该说先出右居或出左居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当然有时候也会形成还原 但应该说从实战来看,先进迟迟,保留右居不动 我想这是有战略性的意图 那么实战当中,先进选择的是G九平八,先出动左居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四次进五,先不后中路 避开红方以后炮打中足有较僵的新手 再按照红方的走法,才让子力定位 这是公认比较灵活的走法 现在轮到红方走,红方也不是 那么不是是混正的选择 恐固阵型,避开黑方在三路线和四路的一些突击手段 当然如果改走G平耳,就很有可能跟之前G平耳还原 那么比如说黑方可以生循和G,那么红方再不是 这个是自然的还原,但红方实时保留右居不动 当然有他的想法,我们往下看 实战当中,不是之后,黑方的选择是G四进三 那么这步骑循和G严正以待 必要的时候可以跳踝脚马,看出宗主 红方,炮八平流,平炮量G,又可以牵制黑方的四路 是普世之后的常见手段 黑方抢穿走马八进九 先跳左马,可以保留右马的发展的方向 这步骑,当然也有一点挑衅的味道 红方,此时明显的可以走G八进八 那么黑方,推炮打G 红方,如果G退步,一炮可以选择炮打兵 红方如果G平二,黑方炮八平七 这个局面双方可下,另有攻守 实战当中,卸进的选择是炮五,金四 这步骑比较灵活,考验黑方的硬法 这时,黑方跳拐脚马,应该说还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走法 现在马座中炮,这步骑客观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但我想,林场,抢穿估计,红方会走炮打兵兵 那么,应该说,如果黑方选择的是G四平九做炮 红方以下还可以通过兵一精一冲下去 在类似局面当下,这是常见的先驱后驱手段 所以,红方当然也可以满意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方可以考虑一个主三进一 打通三路线 那么,红方如果兵吃主,AG吃回来 那么,红方,比如说飞向之后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考虑G平二 那么,对卧G之后,这个起义 虽然说,红方是多兵 但是,黑方在红方空虚的左翼仍然有机会进行骚扰 有一些补偿,比如说 红方出局,正常出子 黑方平炮 如果说红方循远局的话 这个时候,黑方就可以炮打底向 这是一步骚扰的手段 因为,如果红向吃炮 那么,现在G四向 应该说较将 不管红方退市或者退炮 那么,底下G三退二 红方多向,反而不差 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蒋川并没有走马尔静四 而是先走主九进一 就是要避开红炮打鞭族的变化 想继续保留跳拐脚马的变化 但实际上,射不起是不明显的软招 红方接走什么呢? 你们能猜到吗?猜得到吗? 好,红方选择的是兵一经一 对兵打通G路 本身没有什么能度 但蒋川有可能低估了他的用处 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对兵让红鞠升上来 现在红鞠抢战巡河要到 红方右翼也不太好动 如果他跳拐脚马 红方可以选择炮打马 鞠再退回去 那么这个期红方多中兵 而且炮双驱的位置都不错 那么蒋川可能不太愿意形成这种局面 回到实战 兵一经一后 蒋川选择比较强硬的马九进八 那么这部棋准备马八进六 是一个先手 因为有捉创 所以这个期线进 当然选择先兵三经一 防止黑方马八进六 蒋川选择炮八平九 那么尽管说这部棋 暂时防止红鞠出动 但是黑方此力还是受一定的牵制 也比较容易随时受攻击 那么接下来 红方走的就是 扶向 巩固阵型 那么看黑方要怎么动 尤其是优异 那么应该说 黑方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棋壳走 选择的是 马二进四 跳拐角马 捉住红方的中跑 那么现在红方要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 推炮 黑马可以继续往前跳 黑方也不差 所以实战当中 先进选择的是 炮大马 这部棋体现良好的大局观 炮一般上不随便跟黑马行程交换 但是此时 红方可以通过对子进一步抢先 因为黑鞠吃炮以后 红出去可以迫使黑方退马 最后 炮马 双鞠都可以马上投入战斗 那么此时 黑方可以考虑 一步 比较深奥的过门 那么不知你们能够想得到吗 好 应该说 鞠吃炮之前有一步 重要的过门 可以走 就是 马八退气 那么 做红方的中炮 红炮 退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才吃炮 因为接下来 红方要出局的时候 现在黑炮打兵 应该说 是一个新手 要对 红方显然不肯对炮 如果说 静一 保留炮 那么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 站竹林线 那么 准备 鞠吃兵 那么 进行一些反击 应该说 比起实战 黑方 这个局面可下 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黑方的选择是 鞠 直接吃炮 当然也是无可厚非 但 红方 出局以后 黑方 也只有退马 如果 鞠保 当然 兵吃足 结果还是一样 那么 这个时候 红炮 显然就不退二 而是退一步 那么 这个棋 如果说 黑方 继续 做这个炮 红方 可以走 G二 进五 以下 在马三进四 那么 这就是刚才 先退马 跟 G直接吃炮的 奥妙之处 这个棋 显然是 红方 优势 实战当中 黑方的选择是 足之兵 那么 红方 卸进就选择 G二 进入 准备进行进攻 由此可见 比起 黑方 先退马 那么 这个局面 红方已经 抢了几步先手 抢穿 这个时候 就是 进三 捉炮 卸进选择 退炮 推炮 本身 没问题 只是 稍缓 可能 并无 进一 效果会更好 比方 接走 主席进一 利用 G路是通的 那么 这个时候 应该说 先进 也是 走得 相当的 强硬 先 G 自足 先手 捉炮 实战当中 一方的 走法是 马七 进八 这不棋 同样进马 可能 马七 进六 会比较顽强 比如说 马七 进六 红方 要怎么走呢 如果 兵吃足 黑方 可以选择 马六 进七 再进马 兵 如果 继续往前冲 黑方 可以 G四 平气 现在 扶 马是炮 G是马 应该说 黑方 也有反击 实战当中 马七 进八 之后 红方 此时 要怎么 寻求突破呢 不知 你们有什么看法 好 如果 你想到的是 兵器 进一 恭喜你 你的棋感 十分敏锐 这不棋 七兵 打通马路 黑方 也只有 炮打兵 那么这个时候 协进就选择 马九 进七 先手 咬G A G 实战当中 蒋川选择 平五 那么 这不棋 应该说 是不明显的软招 同样平G 平六 会比较顽强 为什么呢 因为 接下来 红方走的 就是 马三 进死 那么 现在 平G 就太迟了 因为 红方可以 兵三 进一 如果 A方选择 赤马 那么 红方 不必先吃炮 或兵制马 而是可以选择 马七 进六 那么 下一步 再吃炮 或者兵制马 应该说 红方 都是大胆优势 实战当中 A方也无奈 只好先用足 吃兵 红方 马四 进三 右先手 要G 黑方无奈 只好平G 看住马 红方 接走的是 G8 进五 应该说 G8进五之后 又攻击黑炮 步步紧逼 A方选择 炮三 平六 躲一步 眼看 红炮 双马 都投入了战斗 黑方 直立 消极 被动 此时 红方 要怎么 才可以 入局呢 你们不妨可以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能想得到 马三 退五 恭喜你 你的 旗感也十分敏锐 因为这步起 扶的 就是要 进马 马五 竟是挂脚 那么 如果炮 打G 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 依然马 马五进四 焦将 红将 如果出来 那么 G7平流 杀起 实战当中 应该说 走到局面 之子 蒋川 十分的难走 选择了一个炮 六 退三 稍微比较顽强 但依然 不能挽回败局 此时 红方 炮打向 也是胜势 不过实战 斜近 选择 更简明的 马焦将 那么 黑炮 打掉红马 红巨 再抽吃掉 H 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 主气平六 进行最后的一个抵抗 黄方 炮五进一 黑方 退马之后 黄方 先进 选择 徐三 进一 那么 应该说 接下来 马七进六 黄方 得子 又得死 黑方 看到 大势已去 主动 认负 那么 应该说 这盘棋 过程 还是比较精彩 其中 终局的部分 蒋川 因为有一部 马八退期的过门 没走到 选择 直接 狙 吃炮 那么 导致 局面 迅速的下滑 应该说 到最后 无法挽回 希望 你们 从这个对局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 感谢大家的观看